徐菩提尊者大阿罗汉 他修无恶观 他在毛棚里面自己毛棚住修无恶观 然后有事情到旁边的其他的碧丘的毛棚里面去 比如说有什么事情他要去 去一遭就敲他的门 敲到门里面那位碧丘说 你是谁 徐菩提尊在那想 不能说是我 这句话说不出来 不能说 就是站在那不能说话 因为他修无恶观 观着舌 无恶无恶说 受想行尸 无恶无恶说 言 无恶无恶说 耳壁是深意 无恶无恶说 这里都没有我 一直没有我 别说你是谁 他就不会说我 这句话说不上来 我们可以思维这件事 思维这件事 思维这件事也帮助我们修无恶观 帮助我们修无恶观 这个小乘佛法里面 你无恶观修成功了 你得徐德华国 到最后可以得阿罗汉道 可以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中国虽然哲学上没有说这件事 但是人还是有恶之力 有恶的执着 而我们现在学习这个欲切实的论 欲切实的论也重视这一点 也重视修无恶观的 这一点和小乘佛教无差别 重视这一点 我们能这样修无恶观呢 能减少 初开始能减少烦恼 你赞叹我 你会想我是谁 所以说你骂我 我是谁 你就会心情就向智慧的那方面去 而不会向烦恼的那边去 那边讨论 你